亚和书一章二十五节 祝福全面平安 平安 愿主经常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愿我们每个人都与主有个好的关系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 只有一节经文 只有一节经文 但是这节经文包含的非常深刻的意义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段经文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好吗 也有详细查看那权备是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说话 乃是实在心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世上 必然得福 好我们简单地讲吧 我们在天上的说 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经 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 我们知道圣经是全备的律法 这里边包含了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 说我们知道 当我们学习主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从里边就能得着平安 得着力量 得着祝福 主啊我们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特别帮助我们 也求助打开地灵与我们的心 让我们都能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 也能够一同来受到救 这样的祷告是奉祝耶稣尽中的圣语 阿们 好那看到这段经文以后 大家再看这个题目 就知道这个题目也是从这儿 经文里边来的 得福的途径 得福的途径 我们很感谢主 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属民的家 我们也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 愿意服侍主 那我们说有一天 不是我们的教会 有一天呢 有一个弟兄 他要去敬拜神到教会去 可是他来晚了 晚了什么程度呢 他到门口 问那个招待说 讲道讲完了吗 你明白了吗 那个招待说什么呢 讲道是讲完了 但是还没有做完 明白这个意思吗 他来晚了 晚了什么程度呢 讲道不是讲完了 但是这个招待呢 说得非常的有智慧 他说讲道是讲完了 参讲是讲完了 但是呢 做这个讲道还没有完成 要完成这个讲道 你要把它行出来 要把它做出来 这是真正做完的讲道 今天我们的主题 就关乎于怎么去行道 我们说 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的眼是 我先看到了最后四个字 最后四个字是什么 是必然得福 必然得福 我玩了这么好的事情吗 必然 你只要这么做 你就必然能得福 我一看到这个 我们知道我平常有很多的 有时候会有一些讲 什么的 他们就说 你做到什么 你就必然得福 哇 这个地方很厉害 我再看的时候 我发现这是神的话 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呢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 什么是应许 什么是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就是神答应你 你只要这么做了 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给你 我们知道神是不改变的 神是永远的 他只要说了 他一定能够成就 但不像我们人 我们人经常做一些 promise 经常做一些许诺 但是呢 我们经常做不到 有时看到 有的年轻的弟兄姐妹 在结婚的时候 她都要读一些诗词 我在永生婚姻护照的时候 我就转个问她 你相信不信心这个诗词 你愿不愿意履行这些诗词 比如说 在定童中 在什么 一定要和两方都同在 那他们都说 哎呀我愿意 我愿意 而且那个爱的身的时候 特别是 两方人都是互相看的 我说你们都互相看的 你们说 他们都说有愿意 当然在婚礼上 也要叫他们 也要叫他们去说 彼此的发誓 要举手发誓 你愿意不愿意 那双方都不说 我愿意 可是呢 在生活上不 有时真的困难来了 真的苦难来了 有的时候还能过去 但是真的享受来了 有时那个享受啊 就能把你打散 就能把这夫妻给打散 这因为财产的分针 那有的时候就 就把你打散 那我们那些英雄 我们的Hermas 我们那些许诺 有时候我们就做不住 我们都保持不住 但是 主的应许 它是一定能保持住的 所以在这里看到我们说 必然得福 这样的事情 多么好的事情 我们怎么去得到福气呢 我们知道 我们都希望得到祝福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祝福 我去传福音的时候 给别人传福音 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他说我在考虑 我在想一想 那意思我不想 但是还不想 但是当我说 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 我为你祝福的时候 没有不愿意的 尤其是在医院里 医院里面有的时候 我去看一个病人 那是看一个人 那一边他也住在别人 我为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呢 有时我去问了 有时外国人 我就说你愿不愿意我为你祷告祝福 他应该都愿意我 我祷告完了 最后我就问他 你是基督徒吗 不是 他不是 我说你认识耶稣吗 不是 我就告诉他你要走到耶稣 去找耶稣 走到耶稣以后呢 你就会有影子弄乱 哇 你说说你看这个祝福 人人都想得到祝福 我们知道过年 我记得很清楚 我在十一岁的时候 有一次呢 我到一个家里去 我生长在农村 农村呢 都有小院子 院子里一般都有大门 大门上 过年的时候都要贴门帘 我们也要过年了 很快就 春 是吧 那个叫什么 春嘛 对春嘛 那 在农村过年的时候 他贴上春帘 进了大门以后 一般都会有一个永贵墙 我们叫永贵墙 不知道大家能听懂吗 那个墙上给我贴一个大的字 一般贴什么字 符 很好 都是符字 那有一次呢 我到一个家里去 他说 你这个符贴到了 那意思你应该振过 贴到了 他说是 你说什么 我说贴到了 我说福到了 他说对了 旧要的这个 旧要这个 说福到了 你又说福到了 太感谢我 你给我带点福了 真的带点福吗 我那时候没能力 我知道我没有能力 我只知道大家讨问 你看人在追求什么 他在追求一种表面的福 他实际上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福 什么是最大的 所以说过年呢 人都想要祝福 那我们有了家庭以后 我们希望我们家庭 和和美美 参长远远 是不是啊 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孩子 孩子里面是听听啊 这都是祝福 那有了孩子以后 还要看孩子 是不是能上大学 上大学 我们都要考虑 尽量让他上 最好的学校 特别是那个名牌学校 美国有什么 长川虫的学校 哇 长川虫的学校 这是很好的 所以你看我们 都愿意去要这个福气 还有那年轻的 我在相够的同学 看到他们 找对象的时候 可能都标不得 都想找一个 合乎自己的那个 那个对象 都不容易 找配偶呢 都希望自己找一个 合适的配偶 找到了 我觉得我 我得到祝福了 不要这样 工作也是这样 找工作的时候 我们都想找一个 最适合我的工作 干起来比较顺心 干得容易出成绩 也正好是我学的 你看他也知道这是要祝福 那还有 还有呢 我们有很多 我们在世界上 我们经常需要 去追求一些金钱 追求一些地位 追求一些权利 追求一些名誉 这都是想要祝福 这有时呢 或是不对 但是呢 祝福不一定是最大的祝福 我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农村穷嘛 吃饭都吃不饱 自己吃那个窝头 那有的人呢 他带的是馒头 知道吧 当你吃这个窝头 看见别人吃这个馒头 哇 那个眼睛 你会想到 哇 我可以吃到馒头就好 那等我吃到馒头以后呢 看见别人吃到肉 又不一样 哎呀 我要吃这个肉 慢慢地要求 哎呀 想吃什么吃什么 就好了 那现在实际上 我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 可是我发现 到了这个程度以后 心里越来越不满足了 哇 又要别的 有了这个 有了这些钱 又还不够他要别的钱 是吧 所以你看这些祝福 你看这个这个 我们要这个祝福的时候 总是要要要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祝福 那么 什么是最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 什么是最大的祝福 我们在中间很多人 接受了耶稣基督 我们都知道 得到耶稣是祝福 有一首歌唱的什么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还记得吗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 认识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 信靠主耶稣 一个是认识 认识好像一个 一个点 在这个点我就认识了 好了 信靠呢 是一生的事情 所以你看这个 诗歌也是告诉我们 一个动态的 一个情况 不是今天 我们要认识主耶稣 我们还要信靠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 这次是最大的祝福 其实 我们都知道 什么是福音 是不是啊 什么是福音 我们知道最大的祝福 不光是钱财 不光是知识 不光是其他的 得到耶稣基督 才是最大的福音 实际上还有一个最重要 就是我们的 罪得赦免 我们的罪得赦免 才是真正的 最大的祝福 弟兄姐妹 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吗 都没得到赦免 哦 我相信 我希望你心里不坚定的回答 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了 因为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那一刻 以前的罪全部被赦免了 我们现在经常被犯罪 但是靠着祷告 靠着主耶稣的保血 我们每天都可以洗净自己 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圣洁的人 啊 天主教里面经常画像的时候 画上一个 说圣人呢 头上有个光圈 大家头上有没有光圈 对吧 那实际上我们 只要靠着耶稣 靠着祷告 我们就能变得圣洁 我们每天都可以做圣 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 我要简单 每次我都要 都要提一下 那什么是福音 我们知道 我没信的需要 信的当然也需要经常复习 我每天都需要去复习 我每天祷告 都谢谢主 都感谢主 赦免了我的罪 把我从罪中拯救出来 这是我每天祷告的 必须祷告的一句话 那什么是福音呢 我们知道 亚当夏娃把罪带到人们中间 所以今天我们 世界上充满了罪恶 我们经常会有苦难有病痛 这都是罪的结果 那我们能不能自救 神用大洪水 大洪水来证明 我们人不能自救 因为大洪水之前 神没有介入 让你们人自我去发展 发展的结果 最后是地上满了强暴 所以神不得不用大洪水 把所有的人全都冲走 只剩下了诺亚一架 神要用诺亚一架 重新开始这个人的开始 那在这以后呢 神就用亚伯拉罕 用以色列人 开始了他的救门计划 我们都读圣经 我们读旧约和新约 在旧约当中 那就是神的启示 对福音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将来一定有利 圣洁的人 没有罪的人 他要来到世上 作为我们永远的赎罪 那这就是耶稣基督 在新约当中 耶稣来 在新约当中 耶稣来到世上 告诉我们天国的道理 也被钉到死的架上 为在座 为世界上所有的人 只要是认他的 我们的罪都可以跪到他身上去 我们就变成了圣洁的人 我们就跟天父恢复了那种好的关系 这就是你就得到了福音 这就是福音 所以 这是最大的祝福 但要每一位都能得到耶稣基督 得到永远的生命 得到最大的祝福 那么下面就是 怎样得到最大的祝福 这是我们今天经文的内容 其实我们经常说一些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来 凡称呼我主啊 主啊的人不能高进天国 唯独尊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唯独尊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这里有两个字我们的报道 一个是尊 一个是行 光尊不行 你一定要行 你不行出来 你就不行 所以要尊行尊行 这个动态也是一个动态的 不是一个静态的 所以我们要尊行 只有唯独尊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进哪里 进天国 哦 这句话很厉害 海语话很厉害 来 我们一起来念 来 耶稣对中国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展门 我告诉你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我上次讲到 我特别讲的这个 有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哇 有时候经常想 但在每天的思考神的话头 经常想 哦 我是不是能 我是不是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我是真的想要进去 我从心里讲 我真的想要进到天国里 和神享受那种永远的部分 那是多么美好 但是我能进去吗 我能进去吗 好 我想到这儿以后 我经常想到那个比喻 经常看到 神到最后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 耶稣您怎么说 他看着大家好像都没有回感情 都不明白天国是什么 他就明明告诉他们 将来审判的时候 我要把你们分成两群 你们是基督徒 分成两群 右边是黏阳 左边是山 黏阳呢 神就说 耶稣就说 哦 你们这些人 和我一块到天国去了 我们要永远 享受那里永远的宴席 那现在很高兴 当然很高兴 我们也没做什么呢 你对我这么好啊 那耶稣就说 因为我病的时候 你来看我 我缺吃的时候 你给我吃的 缺喝的时候给我喝的 他缺衣服你给我穿 我在监狱里 你在看我 那些人说 我没有啊 没有啊 神多说 你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坐在我身上 哇 我们经常要去被 坐在这个最小的身上 我们教会里有很多最小的 许多弟兄姐妹 今天甚至还没有信 但是呢 他们是最小的 我们得坐在他身上 那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是耶稣基督的代表 因为圣灵就在你们心中 圣灵就在每个人的里面 也在我们教会里面 所以怎么对待弟兄姐妹 就是怎么对人神 我知道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 左边那些山羊 就开始抱怨 因为耶稣说 他说 你这人 下到佣火里去了 我不认识你 那人就说 哎呀 没有啊 我们不是凤几瓶穿到 凤几瓶赶鬼 我们不是为你做事吗 神说 我不认识你 因为我 没有衣服的时候 你不给我穿 没吃的时候 你不给我吃 没喝的时候你不给我喝 我在医院里不来看 我在监狱里 你不来看 我那人说 没有啊 我们没有 你不坐在小的身上 就是不坐在我身上 在想到那个以后 就想到我经常用这四个字 这八个字来提醒我 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我们来一起说一点 来 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再来一遍 想要进去 确实不能 但愿 我们都不是这样的 讲了一句 天文到天文的时候 但愿我们见到 每一个人 好了 这是今天的经文 当我看到 我要必然得福的时候 我说 那有什么条件呢 从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三个条件 至少三个条件 第一个 详细查看 全被使人 自由之律法的 第二个 要时常如此 第三个 实在是行出来 实在是行出来 好 我们来详细看一下 那从第一段 我们说 得应许的条件之一 就是要有 圣经的技术 为什么这么说 唯有详细查看呢 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 这个律法指的是什么 圣经 我们说圣经是全被的律法 因为它有救流的心 光救也不够 好 我们说律法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全被的律法 怎么说全被的 因为这里边有我们生活需要的所有的律法 我们都知道 我们美国有律法 美国律法堪称是 世界上好像最完美的律法 那现在中国 经济发达的 好多的有名的律师 有知识的律师 也来研究美国的律法 他们要取经 他们把这个律法要用回去 研究研究以后 好多有名的律师都说 美国的律法也不是完美的律法 里边很多漏洞 而且美国的许多的律师 都是在钻律法的漏洞 都是在想方设法找律法的漏洞 然后给他们 给那个辩解 所以说 一看这个世界上的律法 怎么做都不是完美 我们说圣经里边的律法 也有一种狭义的律法 狭义的律法 说的就是旧月光 旧五月的律法 这主要是在摩西五经 那我们知道 这是神 在西南山的时候 颁布给摩西 然后摩西颁布给 犹太人的律法 那我们想想看 靠这个律法 能不能得救 因为律法的功用呢 是使人得救 那我们现在 这个美国的律法 也是要使整个社会的 比较平安 那神的律法是 要使人得救 那旧月的律法 能不能使人得救呢 能不能 因为现在你们看 我们看这个 现在的以色列 前年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一想给他穿飞 给他穿飞 一谈到祭祀死 一谈到耶稣 不要谈不要谈 不要谈这个 我们知道 今天以色列至少有九百万的人口 有六百万的犹太人 这些犹太人 绝大多数都不信耶稣 那他们能不能得救 能不能得救 弟兄姐妹 肯定不能 不接受耶稣 耶稣说 我是到了我这里 只有通过我 才能到神那里去 他们不接受耶稣 就不能 但是他们律法遵循的非常好 他不光在那个律法上 他又做了很多 六百多条律法 有六百六百一十三条律法 那定的 我记得我跟弟兄姐妹 讲过一个例子 大家应该熟悉了 有一次我在 以色列三年的时候 有一次在公园里面 有一个人从三楼跑下来 专门叫 邀我上去 因为他的骑车在 嘀嘀嘀嘀在叫 我就说上去 就做了一个工作 就是半天 他的钥匙那个红的按钮 按一下 那我说你怎么不按呢 他说这是工作 我们安息人不能工作 我说你工作了会怎么样呢 他说神会惩罚我 我说你爱了神 你爱了神 神惩罚你 我爱了神 会惩罚我吗 他说你在那爱我吗 他说你们是败方人 神不会惩罚你 就是他们遵守律法 遵守了什么程度 他们是那么遵守律法 但是他们不得救 太可惜了 光旧约的律法 不能使人得救 真正使人得救的是 那是耶稣的律法 和信约的律法 有的时候我们 让人 让基督姐妹 要读经的时候 你先读 我读不懂啊 你先去读信约 先去读四福音书 看耶稣是怎么说的 那是耶稣的律法 所以有狭义的律法 和广义的律法 那整本圣经 就是全备的律法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鼓励基督姐妹 每年读一遍圣经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真正想出心去做 我看到佛德迪 下来最新了 去年也没读完 不要紧 我们可以两年读一次 也可以 所以那个表图在那里 有机会可以去填上 如果你想参加 一年一度的 也很好 还有很多功夫 我表图不够 我们还可以 还可以增加 那我们来看看 耶稣的律法 是什么样的律法 耶稣的律法有个中心 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 耶稣的律法 是活的律法 我来念单数节 大家来念双数节 好不好 我来 那中有一个人 是律法师 要试探耶稣 就问他说 如此律法上的决定 还要试探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 尽心 尽意 爱主你的神 这是一切 这是一切诫命的宗告 比如说一切诫命 都包含在爱人如己 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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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心 是你的心 你的心要真正的献给主 从心里面完完全全的献住 这是从里面 尽心呢 是你活出来的性格 是你的外在 外在的表现 你的外在的表现 也要像爱主的样式 弟兄姐妹 这是很大的记忆 还有 还有 尽意 是不是尽意 一是我们的意念 是不是 这是不是说 我们一次尽一个意念 就够了呢 我们今天光尽这个意念 爱主就可以了 明天是不是呢 不是 所以尽意 他说的是个动态 尽心从里面 尽心从外面 我们尽意是永远的 是一个诚心 这是个动态 我们尽心尽性尽意 全部献上 把你永远献上 要爱主的你的神 你真的这么做的时候 你就实现了这个御法 真是我们在家里 在工作当中 在教会当中 真的这么做的话 你一定 别人一定能看出来 你是个好心 那这个御法呢 也可以使人得自由 我想到这个呢 我想到在国内很多人 他喜欢去找御法的控制 做找法律的控制 那有些 他们做出来以后 真是伤害在自己 有一个人 我记得在网上 发了一个信息 说什么 你要逃避警察 对你的检查 对你的罚款的话 你要是不愿意 戴安全带 你可以背上你的书包 明白吧 那个书包带 放在这里 就好像是你戴了安全带 这是伤害谁啊 明天 啊 他冲闭吗 而且这样的人 他只要 在这个东西上 他想要逃避这个法律 其他方法 他肯定是 那说明他有一天 他觉得 哎呀 其他都没事 反正开了红灯了 开过去吧 那也许有个事 好像有很多的微有 在网上有很多的微有 就照着一些方 就有人闯着 所以说 这个自由是什么样的自由 我们不能滥用我们的罪 我们的祖先 雅娜夏 就是滥用的自由 导致我们的地位 我们今天 都在受罪 都在受罚 最捧绑的 我们最影响的 我们最伤害的 所以滥用的自由 是不好的 而是神的自由 他给我们真是一个真正的自由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有人戒烟 有人戒烟 就是戒不掉 哎 经一次戒不掉 你知道烟不好 抽烟不好 对肺不好 当然有的是 到了肺癌 或者肺炎 那个程度 才自己去想办法戒 一生把它戒 那有的就是戒不掉 但是你到神面前 得了耶稣基督以后 不光是戒烟 甚至那些毒品 都能戒得 神会帮助你 不光是要全被使用自由之律法 还要详细查看 弟兄姐妹 我们中间有几个人 是真正详细查看的 一定 我知道我们教会 是还好的教会 我们教会里面 有帮弟兄姐妹 非常好 有的都参加了 那个BSF 有的在真正查见的时候 真是 仔仔细细地查 有的弟兄姐妹 在里面是 进入非常深 对圣经了解我们 是非常详细 很好 还需要一点 我们往下看 那得应许的条件之二是什么 持之以恒 持之以恒 那圣经怎么告诉我们 说你要详细查看的全被使用自由之律法 并且 时常如此 平常说 我们说好像做一次两次很容易 做三次五次好像也挺容易 但是 每天都在做 时常如此的话 就不容易 但是我们生活的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是一个最恶像潮流一样的年代 你要是往前走 你要是不努力 你要是不时常的独身的话 你会怎么样 被潮流冲走 但愿每一位都不能被潮流冲走 成为那个想要进去 而是不能的 这个时常如此 我们都有 我们弟兄姐妹中间都有孩子 还得都去上学 如果孩子一天不去上学 你会怎么样 该上学的那天不去上学 会怎么样 着急不着急 着急 那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属定的学校 我们这些大人也应该像小孩子一样 每次每个星期天 主日都要来参加主日 来参加主日学 参加小读查经 那一天不上会怎么样 孩子一天不上学会怎么样 影响他将来的工作 没想到影响他将来的工作 影响他将来的学习 学习成一 那我们一天回来教会呢 我们却想不到 所以你看我们甚至不如那些孩子们 是不是 那孩子们被他人逼着 都每天都上学 而我们呢经常会 星期天回来 这是七七三 所以我们要持之以恒 第三个 得意识的条件是 但是活出吸引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点 要活出吸引 为什么要活出吸引 尽管他这么说 唯有详细查看他全被使人自由之旅法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是 实在是行出来 实在是行出来 那为什么行出来就好呢 我想看 神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神将来的审判 是按行为来审判 不是按信来审判 不是来信 来审判 公元前1500年 马丁路德改教 从天主教里边 把整个情况改出来 所以今天有了我们的新教 我们新教的特点呢 是阴性成义 我们经常说的是阴性成义 这个阴性成义 是从罗马书来的 但是你真正去读 罗马书的时候 里边有诗 有海大一般讲阴性成义 另外也讲到 你一定要活出来 你信了以后 你不能再活在罪中 你活在罪中 就是你 你不去行的 你不去行的的意义 你看去看 第一章第二章 我打开第一章第二章 我去 你就用两个观点去看 一个是信 一个是行 你从这两个角度去看 你会找出很多经文 是需要你去行的 其实第六章 罗马书的第六章 第四章是 第六章特别讲到 你一定不能再活在罪中 你信了 你再活在罪中 你不是行 所以我们不光是阴性成义 我们还要活出来 这才圆满了那个律法 人按行为被审判 听我言 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 女坐在上面 从她面前天地都逃避 再无可见的是处 我又看见死了的所有的人 不光是信主的 或者没信主的 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 他们都复活了 案卷展开了 这个案卷是记录人行为的案卷 并且另一卷呢 就是生命册 死了的人 要都凭着这些案卷 所记载的 就是生命册 那个行为册 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 我们会想看的是 照行的受审 你帮信 你没有行出来 你不圆满 你没有行出来 就像耶稣说的那个 得了十块钱的那个 那个妇人 有的是给他一百块五十块 他们都赚了一百块 赚了五十块 而给他十块这个呢 把那个十块给买起来 你没有行出来 你没有行出来 就要照你的行为受审 这是第二十章 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 快要结束的时候 他说看哪 我必快 赏华在我 要照个人所行的 来报名他 他没有说照你所行的 来报名 是所行的 他这个行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再看一看 这是我们今天的经济 特别最后一段路说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让你行出来 还有在你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这就是得福的途径 要真相得福的话 你应该怎么样 你应该要行出来 你不行出来 就没有所行的事 没有所行的事 你就不能得福 还有经文 圣经里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自己行 好 这个经文说 雅各书一章二十二间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就像刚开始我说的那个招待 很智慧的招待说的一样 道是讲完了 讲解是完了 但是需要去做 这里就需要去做完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负自己 不行道的是自己欺负自己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人 跟上书包 说是安全带 那真是自己欺负自己 我们的律法 神给我们的律法 看起来很美丽 爱人注意 但是最关键的是 神让我们 神要我们自己活得好 真正遵守律法的 你自己活的 肯定是自由的 活的是好 我们真正看到圣经是 人的说明书 全力的律法 这里专门举例子说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笑话 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回到社会当中以后 社会的习惯 一些坏的习惯 坏的追求 就像脏的东西一样 把我们的脸都弄脏了 就像我们去打扫一个地方 很多灰尘 打扫我们的脸也都过脏 这一块那一块 到处是脏 当我们来到圣殿的时候 神的道就是静地 照亮我的心 把他脏的东西照下来 你一照一看 哦 我脸上有很多的脏东西 我应该是要把他洗掉 应该是要把他除去的 我们应该是要认罪回给 把这个除掉 可是呢 听了以后他不去洗 出去这个门就忘了 那会怎么样 别人看见会怎么说 他脸像是脏的 这真的 我真的看到 我们好多基督徒 活不出耶稣的样式 还活得像世人一样 那世人怎么追求 他也怎么追求 那些脏东西都在他脸上 那这不光是不能荣耀神 只是给神的灵上活 那这样的人能不能去天堂 能不能听见会自己来思考 好 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能做无知的人 什么是无知的人 我们一起来念 一起来 来 所以 凡听见我这话 就去行的 好一个聪明 把房子盖在盘石上 雨林 水冲 风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总不打他 因为根基 已在盘石上 凡听见我这话 不去行的 好比一个无知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子上 雨林 水冲 浓吹 撞着那房子 房子就倒塌了 而且倒塌的很大 倒塌的很大 听见没有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仰 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盘石上 建立在他的画的盘石上 建立在这个圣经上 如果我们不做圣经 我们的根基就不稳 就像有人建方的建在沙头上 那我们就成了 无知的人 哇 太可惜了 我们都应该不是无知的人 我想我们这些人 我们很多人来到美国 在这里能站住 都是脑袋都好 都是绝顶聪明的 就是那个 商桌团企最近也来的 因为一说是伟大 一说是金黄 哇 都是很厉害的 他们都是 比如说有知识的人 可是呢 如果你听了道 不去行道 不真正的耶稣基督 不真正认识耶稣基督 他是真正有知的人 好了 神也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属灵的好土 来看着看着的经浪 说撒在好地上 就是人听到明白了 后来结识 怎么样结识 结识就要活出来 你不活出来怎么能结识 这结识就是一定要我们行出来 听了道一定要行出来 有100倍的 有60倍的 有30倍的 都不要紧 你能听多少 忠心的去做就可以 按着神给你的恩赐去做 神就满足了 并不说100倍的 不用说60倍 你怎么做这么少 因为神给这个恩赐上 你60倍的也不能说这个100倍 你怎么做这么多 都是安得苦 我们恩赐 我们在神面前都是平 你有多少次 就安得神的恩赐去行就可以了 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走在成圣道路上 好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 来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行进他们就去吧 愿你们穿着暖屎的包 学不给他们尸体所需 这有什么意图呢 这样信心多美的行为 就是死 这里特别告诉我们 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你一定要行出来 你看着那些可怜的人 需要帮助的人 你要去帮助 不要自己满足了 自己够吃够用的 就可以 就想睡觉 你要去顾念那些贫穷的人 实际上神是最顾念那些贫穷的人 你去顾念贫穷的人 就是为主去做工 神会帮助 神有个地方特别说得很清楚 你如果去顾念那些贫穷的人 你就是借了你和我 烟花将来一定会赏死还命 在这里 神经也告诉我们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的灵魂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身体没有灵魂 你去看看 在医院里那个寝室房里 听了很多的尸体 他们都是没有灵魂 如果我们没有灵魂 怎么样 都不能坐在这儿 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呢 也是死的 就像那个没有灵魂的尸体 耶稣给众人说 我们念过了 你们要努力进展 要努力 那个门是窄的 找到的人是 我们必须去努力 必须付出努力 必须持续的去努力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确实会 特别要提醒他们 现在一年 让我们可以定义几个目标 给大家一点挑战 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容易 一起来念 来 常常喜乐 无助地祷告 凡是些人 容易不容易 好 很好 好 希望大家都能做出来 希望你每天都能做出来 能做到吗 不容易 是吧 我说这个就是不容易 特别说这个凡是先 凡是先 凡是先的时候 我碰上苦难 凡是先 我碰上病痛 才能够先 有些人在里面 他有时遭遇了很大的病痛 但是他只要心真先 他就有一个人喜乐 这个喜乐就能给他生命 给他利益 让他战胜了疾病 常常喜乐 无助地祷告 凡是先 我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去做 祷告也不需要 你必须到教会来祷告 也会贵一下 会得拿什么姿势 打什么说出来 祷告 什么时候都可以祷告 开车前 祷告 碰上什么人 给他祷告 在家里 有什么困难 两人要吵架了 祷告 你在公司有什么困难 祷告 很不需要祷告的人 常常不住地祷告 你觉得得到 从神来得到毕竟 翻箭 再来一个稍微难一点 难不难 要大家去讲见证 传福音 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用 我们这些基督徒 今天神要留我们的地上 最主要的人 就是要去为祂传福 否则神救了你以后 立即把你带到天上去 那是否则不明 为什么还帮我们留在地上 那我们要不去传福音 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放在享受上 想在 放在争取财产上 争取定位上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这么做的话 将来会怎么办 所以我在这里挑战你们姐妹 你至少一个月 给一个人传福音 他信主不信主是他的事情 传福音是你的事情 人们经常说 我听过一个一个人 他就丢他的邻居说什么 他说你太冷酷了 你是基督徒 你太冷酷了 那个邻居说 我为什么冷酷 我为你不提高吗 我们经常请你吃饭 他说你是基督徒 我说我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够传福音 我说不够传福音 对呀 那个人说 我可能觉得你现在传福音 好像不到时候 你可能现在说要不信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信 另外一个人不传福音 我现在信了 我知道了 我如果不信耶稣 他说我将来是要下地狱 那你明明知道这个 你为什么不够传 你看着我现在要下地狱了 你为什么不够传呢 我 好厉害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很苦 我们看到周围的人 来到我们教会的 没有来到我们教会的 看他们还没信住 你是不是有那个怜悯的信 你是不是有疼爱他灵魂的信 这是耶稣基督的信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每个月至少给一个人穿福音 信不信是他的事 穿不住是你的事情 不管得事不得事都不要去穿福音 再一个 再加难一点 难不难 难 不轻易发怒 很难是不是 告诉大家一个诀窍 当时你觉得要发怒的时候 赶紧回头躲开这个地方 闭上你的嘴巴 躲开这个地方 找个地方去祷告 这是最好的办法 这是从很老的一些老故事呢 我学的一个经历 不管在家里 在教会 在什么地方 只要我想发火来 觉得想发火来 不是不对 好 立即说了 到一个地方去 你就能把火消去 你就能仔细去思考 我这个事该走得到 即使完全是他的错 你甚至还可以回来 还可以回来去道歉 然后你就可好 好多事情就这样完成 这个祷告是很有名的 教会的好多事情 就是靠着祷告 才能往前走 才能做得好 不轻易发怒 这就是个挑战 最后一个 一个最难的 猜猜是什么 饶恕得罪你的 我们今天很多人不饶恕 我去看病人的时候 有些病人 真的就是 我知道他病人 他就是不饶恕人 甚至他的亲人 甚至他的儿子 或者他的父母 他都不饶恕 他跟那个伤口的不利 他就说 哇 你看他里面的怒气 我都看到 你在伤害你自己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 你拿着别人的缺点 来伤害你自己 可能自己就跳出来 那主耶稣在这告诉我们 他原谅了你一切的罪 如果我们不原谅别人 主耶稣会怎么样 耶稣说 如果你不去赦免别人的罪 我也不赦免以罪 哇 好厉害 你原谅的罪靠着主耶稣 应该是全部都洗清了 都赦免了 那你如果不赦免别人 这有个例子 时间关系我们不讲 所以我挑战弟兄姐妹 至少每年 我说每年来着 去饶恕一个真正得罪的人 是真正的饶恕 心里那个完全的饶恕 而且看他 要跟原来的人一样 试试看 要是一年做一个 也就可以 如果一个月做一个 那最好 好 这是我们今天的理由 如果你真的这么做 真的行出来 你就能够得到福气 所以得福的福气是什么 你要去行到 行 不忙听到 你要去行到 我们请大家请 我们来唱会